这里是世界的最低点 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 超过一万米的深度 足有三千层楼高 压力高达一千多个大气压 核潜艇来到这里 也能瞬间捏扁 今天将跟随探险家 维克多维斯科沃 来一趟万米深海极限挑战 覆盖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太平洋 拥有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在此之前 只有三人到过海沟底部 一位是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 他在2012年成功触底 纪录是10908米 另外两个就更牛了 在科技并不发达的 20世纪60年代 创造了10911米的纪录 他们分别是瑞士探险家皮卡德 和美国海军军官唐沃尔什 两人的马里亚纳海沟之旅 是略带遗憾的 刚到海底 他们搭乘的 德里亚斯特号的观察窗 由于压力太大产生了裂缝 在海沟底部 仅仅停留了20分钟 就不得不提前结束旅程 在准备探险前 维克多致电给卡梅隆 希望大导演能给他一点建议 卡梅隆只提出了一点 记住自己在哪里 用心观察闲窗外的东西 其他都不用多想 维克多甚至请来 年近90的唐沃尔什 在科研船上坐镇 唐沃尔什能给他什么建议呢 一万米下的深海 高压 黑暗 寒冷 无论胆子多大 都会感觉害怕 除了保持心态平和外 探险人员能做的并不多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潜水 泄不出问题 所以在下水之前 一定要把潜水器检查好 确保万无一失 耗费巨资打造的极限因素号 比起60年代的潜水器先进很多 总工程师介绍 维克多如果在海底发生意外 失去行动力 水面上的人可以远程操控 释放压仓物 让潜水器浮上来 这是最坏的打算 真走到这一步 维克多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 在工程师检查设备的同时 科学家已经利用声纳系统 绘制了高精度的马里亚纳海沟地图 通过分析 科学家认为这个点是海沟的最深处 而且从来没有人涉足过 但实际数据跟这种测量会有一定的误差 维克多能否打破最深的潜水记录 也只能等他去到那里 明天是马里亚纳海沟的第一次测试 维克多将会和工程师下潜到4000米 对潜水器的性能进行测试 第二天一早 他和工程师登上了潜水器 科研船把潜水器拖到了下潜的位置 按照声纳系统传回来的数据 这个位置离海底大概4000米 此时的浪很大 工作人员艰难地站在潜水器上 现在他要松开绑住潜水器的绳索 在船上或许两秒就能搞定的事 工作人员花了十几分钟才完成 同步下潜的还有这部深海探测器 探测器上的各种诱饵 用来吸引各种深海生物 随着绳索解开 潜水器慢慢往下潜去 在距离海平面150米以内的水层 他们发现了一种生物 那是一只鹦鹉螺 这种古老的生物 几千万年过去了 几乎没有变过 露出来的螺肉上布满触手 如同一只异星生物 潜水器继续下潜 1000米的深度 看不到任何阳光 忽然 碧蟹如同流星的光点飘过 这是一种罕见的发光水母 虽然光线微弱 但为漆黑的水域增加了不少生气 除此之外 维克多他们又发现了一条罕见的鱿鱼 鱿鱼你们见得多 大小眼的鱿鱼 你肯定没见过 这条红色的鱿鱼 大眼用来搜寻猎物 小眼睛却用来警惕周围的捕食者 随着潜水器继续下潜 他们在接近4000米的海域 发现了一条奇怪的鱼 如同噩梦中的诗人花 张大的嘴巴似乎能吞噬一切 潜水器在一处平缓的海底成功触底 4000米深的海底 如同铺了一层面粉一样异常柔软 此次潜行除了测试性能外 还有一个任务 要带回一颗附着深海细菌的石头 将用于深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他们在水下寻找了两个多小时 一无所获 就在潜水器电量将要耗尽的时候 前方出现一片亮黄的石头 这就是他们寻找的对象 现在 他们要操作机械臂 捡一块回去 机械臂操作起来似乎有点困难 维克多紧张的手心出汗 如果用力过猛 机械臂砸像石头 倒费还是小事 严重地会损坏舱体 又半个小时过去了 他终于在一片淤泥中 加重了一块石头 遗憾的是 用力还是太猛了 石头一下子就碎成几块掉下去了 就算不甘心也只能如此了 舱内电池已经发出电量过低的警报 现在他们必须立即上浮 此行并非没有收获 潜水器拉上船后 工作人员在检查潜水器外露零件时发现 一颗石头夹在上面 应该是机械臂加碎石头后掉在那里的 这正是生物学家想要的 一同下潜的探测器那边有发现吗 第一位访客 是一条半透明状 长得像蝌蚪的鱼 游过来停了一回 好奇地看了探测器几眼就游走了 科研人员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鱼 这很可能是一个新物种 不久之后 来了一群片脚类动物 和一条皮肤皱巴巴的海鱼 它是奔着这些片脚类动物来的 探测器在海底待了几个小时后 科研人员遥控释放了压仓物 可是探测器待在原地没有一点反应 可见是被什么卡住了 没有探测器 等于这次探险搏了脚 科研人员神色凝重地探讨着 取回探测器的方案 最终决定由总工程师亲自出马 驾驶潜水器下到海底 用机械臂把它捞出来 这是一趟非常危险的行动 如果失败了 它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过度使用机械臂 会消耗大量的电力 在几千米深的海底 断电的后果可想而知 现在还不知道探测器卡在什么位置 在接近海底的地方 工程师开启了声纳 他们必须尽快找到探测器的位置 很快 他们就发现了探测器 可能下降的速度太快 探测器陷进了淤泥里 这就是释放了压仓物 还浮不上来的原因 现在工程师需要用机械臂 把它拉出来 机械臂缓缓伸向探测器 距离预测有点偏差 机械臂没有够到探测器 反而扬起了一大堆淤泥 在混沌中操作 难度更高了 机械臂加到脆弱的部件 就算成功拉出来 那也是损失惨重 工程师决定改变策略 他决定操作机械臂向前推 看能不能把它推出泥潭 两次推散后 探测器终于浮起来了 他们成功了 看到吊上船的探测器 维克多给了他一个深情拥吻 那可是几百万美金呢 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这次挑战马里亚那海沟最深处 由维克多一个人完成 极限因素耗能承受一万米的水压吗 答案即将揭晓 今天的浪很大 随着工作人员盖上了舱盖 解开缆绳 潜水器慢慢地向海底沉去 就在接近海底的地方 维克多从生难发回的数据发现 在潜水器正前方的探测器 不断地向它靠近 刚开始他以为是数据错误 事实上并不是 海面上的科研人员发现 探测器触底的撞击力太大 让压舱物意外释放了 现在正以一定的速度向上浮 快要跟正在下沉的潜水器正面撞上了 一万米下深海撞车 潜水器绝对承受不住这种撞击力 正在下沉的潜水器 推进器是无法工作的 现在维克多和科研人员什么都做不了 所有人都很紧张 二百米 一百五十米 五十米 探测器越来越近了 维克多吓出了一身冷汗 不得不说 幸运之神在维克多身边永远不缺席 探测器在潜水器不远的地方浮上去了 并没有撞上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几分钟后 潜水器降落在一片淤泥之中 维克多成功触底了 科研船内响起一阵欢呼 维克多所在的深度为一万零九百二十八米 比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由唐沃尔士他们创造的世界记录高出了十七米 维克多成为了世界上浅得最深的人 接近一万一千米的海底 好像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维克多在底部搜寻了两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现 就在他郁闷的时候观察窗外一只透明撞向人手的生物 好像跟他打招呼一样轻轻地动了一下 然后就飘走了 在海底待了三个多小时 电池的电量即将耗尽 正要返航的一刹那 他瞄到一个东西 那是个塑料袋 上面有个大大的S 人类的垃圾 竟然已经丢到太平洋底部了 潜水器慢慢地上浮 才上浮不到一千米 忽然舱内响起急促的警报 没几秒 随着咔嚓一声 舱内陷进了一片黑暗之中 原来基础电池能量全部耗尽了 海底的温度接近零度 没电供满 舱内的温度急促下降 更严重的问题是 净化二氧化碳的设备停止运作 才过去不到半个小时 舱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就发出了警报 距离浮上水面至少还需要三个小时 按这种情况下去 维克多很快就会失去意识 甚至失去生命 工程师极度紧张 二氧化碳的报警声 如同索命索呐 不停地敲击众人的内心 维克多紧张地手忙脚乱 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按照工程师的指导操作了一轮 一点作用都没用 又一阵慌乱的操作 打开了气体分析系统后 奇迹出现了 二氧化碳净化器在备用电池的作用下 终于正常工作了 二氧化碳的浓度正在下降 总工程师松了一口气 拿着对讲机说 这次应该能够在海面上看到你了 深夜时分 潜水器悄然浮出了海面 虽然出现点意外 但从舱内出来的维克多 状态还是不错的 维克多成功地打破了人类身前记录 有惊无险 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工作人员为他戴上花环 为这次探险花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不得不说 这些愿意为科学探索现身的人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见 感谢观看 感谢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